喚醒四年 05年小S全家總動員 開心陪公公出席台東募款活動 小S公公徐慶祥 原本是台東市的一名職業醫師 在當地行醫30年 卸下月薪百萬醫師身分 多年前拿出千萬買下鴻海股票 長期持有再加上配息 總價值翻漲到數十億元以上 報酬率更是高漲50倍 直接從小鎮醫師翻身變億萬富豪 譬如說我公公是很厲害的投資者 然後我卻找別人幫我投資股票 你覺得我公公的臉要往哪放 連小S過去在節目上都不諱言 公公投資股市省準 徐慶祥有台灣巴菲特的稱號 長抱鴻海賺得數十億元身家 更因此買下兩戶地保豪宅 徐慶祥也帶著兒子徐亞軍投資 不過在投資放達人時 小S高調代言 卻因為鄉金爭議備受關注 後來徐慶祥為了規避損失 出脫實股 深陷內線交易風暴 徐慶祥當時胖達人案 官司纏身不忘做公益 案件到高等法院時 他改口當庭認罪 並自稱一身行醫救人無數 和投保中心和解為憂 請求法官判他緩刑獲准 判處一年十月 緩刑四年 楊楊徐慶祥順利逃過牢獄之災 三天新聞最後報導